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又热又快,容易做且味道还不错的饭,同样,如果你在做小吃和康乌尔姆基,你的最终目标是创造精致的高级风味,你的电子商务营销组合也是如此,要知道如何开始,你必须能够想象你想要产品的味道,一旦你理解了这一部分,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它融入到剩下的过程中,你的购买者也会立刻理解你的意思。 当罗林在写哈利波特系列时,他首先写了最后一章,这样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从逻辑和直觉上引出这一点,你的价格与你的品牌一致吗? 伊弗尼,宾利,星巴克和宝格利等品牌可以随心所欲的定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产品是精英。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价格出现在沃尔玛,麦当劳或街区那家命名咖啡店的标签上,就会遭到严重嘲笑。 即使产品大致相同,比如在星巴克或麦当劳买咖啡根据周围的气氛,价格也会有差异。 星巴克的品牌建立在自由贸易和其他看起来需要更高价格的花哨小玩意上,而麦当劳却没有。 一旦你弄清楚你的品牌是什麽,你就可以适当的给你的库存定价以及适当的重新定价,把话传出去你可能拥有有史以来最棒的物品选择。 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那么你将一事无成,网上销售的最大缺点之一是你没有机会亲自吸引人们,或者从另一家商店打电话给他们,或者能够当场提供交易。 但是你的优势是方便,从你的卧室合适一里,你可以环游世界。 在你的品牌上传播这个词,无论是和红编辑聊天,在推特上发表标签,还是在不同的平台上销售。 这也包括通过降低价格,横榜销售或取消运输价格来推销你的产品。 无论你要做什么来让你的名字变得频繁,都要把它写进你的商业计划。 预测并回答所有问题,几乎每个网站都会有一个常见问题或常见问题部分。 这是一个买家可以探索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来龙去卖的地方。 如果他们亲自购物,通常会问销售助理。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在线商店所做的也是我们的超级粉丝,是通过制作视频将常见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不是每个买家都有能力在自己的头脑中把理论变成实践。 看到别人这样做会导致很多灯泡继续发光。 作为奖励,你可以把它变成视频广告。 发布在最大的平台上,YouTube。 搜索引擎优化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把搜索引擎优化留到最后。 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你的电子商务营销组合中最容易处理的事情。 通过把搜索引擎优化留到最后,你可以专注于让它适合好的副本。 而不是相反,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编辑一个标题或者操纵一个段落。 你就可以把你的搜索引擎优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